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开始出现身体上面的症状了 但是她照常去上班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女子她活动的范围遍及了北桃地区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指挥中心 也匡列出171个跟她有接触的人 一采的部分都是阴性 那其中有特别密切接触 说有27个人现在传出有部分是有症状的 那么二采的结果预计在今天下午会出炉 我们随时来掌握 那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国升七七 但是呢 没效啦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国会深化了台美关系 又有具体的动作 是在美国时间 21号他们包裹通过了台湾保证法 好 过去呢 其实对台交往准则的这个部分呢 有诸多对台的限制 国会同时也提出的是建议国务院 你要重新来检视对台的交往准则 而台湾保证法它的内容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呼吁了对台军售要常态化 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等等等 那跟过去的台湾关系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有很大的进步哦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好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方呢 再再在军事上面挑战中共 这个是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马侃号 好 我们看到马侃号呢 就在昨天他在南海航行 穿越了南沙群岛的外海 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还联合了其他国家 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施压 包括由美国 日本 法国 韩舰 他们在西太平洋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包括出动了有神盾舰 有直升机的母舰 还有核潜舰等等 好 他们演练是反潜作战 共同说要维护印度太平洋海上安全 还有自由航行 这个当然是给中国非常非常的大的压力 但是呢中共政权最大压力来自哪里 当然还是来自内部 内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好 之前我们聊过说 他们有停电限电嘛 还有包括有缺粮的危机 现在说这个缺粮危机 因为一个法案再次的浮上台面 因为中国正在审什么呢 他们在审一个反食物浪费法 说你这个大卫王啊 你吃播这些影片啊 可能都会面临罚则 罚则最高是43万元 那不得不及 为什么要立这样的法呢 可见他们的粮食有多么的缺乏 好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知识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欢迎立法委员林长索 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人王诗琦 大家好 还有时识媒体家温朗东 大家好 以及今天我们邀请到 新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大家好 稍后还有财经专家 黄世聪会将我们讨论 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 群情激愤 就是因为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我们看到的是 纽西兰籍的机师 他因为他不守防疫的规定 让台湾的疫情 再次的拉警报 我们一起来看 纽西兰籍医师 染疫趴趴走 网友群起激愤 灌爆长荣航空脸书 要长荣直接开除纽西兰机师 还有人说要停航长荣 应该要定出更严的防疫办法 被质疑管理有疏失 好几个愤怒贴图 要求开除 开除然后请他立刻离开台湾 这因为太过分了 机师的培训是 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以及精力的 如果真的要做处理的话 建议就是直接来个 较为严重的陈处就可以了 台湾防疫自由生 连续253天 零本土确诊 就此打住 卷管长陈之翰也开炮 用戒严时期 或者说 以保护台湾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财产嘛 财产是最重要的嘛 经济嘛 你的边境 无论是移工还是什么 出入境 可不可以用最高规格 甚至 海军队去都没关系 你一个不喜欢的压 武汉肺炎 全球拉紧报 管长直轰 非常时期 就也祭出 非常手段 戒严方式重诚 守护台湾经济 跟人民安全 纽西兰籍 机师染疫 日本媒体 新加坡媒体 以及纽西兰 新区报 也争相报道 开除它一点也不痛 它一个月就是少给三四十万的薪水 交通部应该要重新检讨 长龙的内控部家 是否应该继续给予 国籍航空短时间检疫的优惠 不遵守规则 开除成为多数民意 长龙航空表示 将召开纪律委员会 违规属时将予以免职 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料狠话 若再有监督书师 不排除线索航班 三学文林郊良保 台北报导 你看到很多网友 在网络上发表 他们的意见都希望说 这个机师这么高拐 这么北 是不是要开除它 其实我们看到 因为它的黑历史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 好 这一个机师 我们整体出来 它变成我们整个社区 防线的一个 你不明的 有点可以说是 社区的卫报弹 怎么讲呢 你看它一个人 先传给其他的 两个机师之后 然后又因为 有跟女性 有人密切接触 好像说五天 他们差不多 都是社会 这个情况呢 好 已经是第三个案例 也是从他这边传出来的 那你在想 好 那一个这个 女员工 广民的女员工 她自己也不确定 是什么样状况之下 她感觉很安全 到处去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戴口罩 你不晓得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点就是 这两个例子 他们在社区 已经走了大概 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这就是一个破口了 而且我们进一步来看 所谓黑历史的这个部分 按七六五 这一个纽西兰籍的机师 他做什么 执行的时候 我们有说 他不爱戴口罩 然后曾经人家劝他 他还不听 而且态度很嚣张 据说是因为他是资深的这个政机师 所以好像直接较大 他说回的就是比较大声的这种状况 而且问题来了 你要跟他做异调 他给你一推二五六 他说什么 无法回想确切的活动史 是无法回想 你害怕还是想不起来 那个感觉就是 他可能想得起来 可是他不想告诉你 他有所隐瞒 以及包括曾经有传出来说 他在飞巴黎外战的时候 应该是要 也是要防疫的 可是他不遵守相关规定 他还是在外面爬爬走 任俊哥 你就这样的人可不可恶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焦点 指向这个纽西兰籍的这个机师 认为说他有出现 你刚刚所提到了 包含在执行的时候 他根本不戴口罩 狂咳嗽 然后旁边机组人员 敢怒不敢言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是谁让这个机师可以这么嚣张 我认为航空公司你难辞其咎 因为现在看起来 有更多的爆料出来讲说 事实上他的机组人员 因为他每一次飞行的时候 都会换机组人员 那其实他们都不止一次的 有写了报告也有反应 可是为什么容许这样一个状况 我想第二个是 他是不是因为资深政机师 因为按照他们飞行界来讲 如果你是政机师的话 那你在一定的资历之后 你会晋升为IP 就所谓的教学机长 那甚至你后面可能会变成是 所谓的考核机长 那他如果够他的资深 是不是因为他拥有这样一个权力 导致同机组的人员 他只敢背后讲 或者只敢这个私下讲 而不敢就是说 公开把这件事情闹大 因为我也不认为说 这些机组人员 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会觉得说 我就是对一只掃 我就对一只掃 我不认为会有这样 所以谁助长了这个机师 有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他不是第一次被反应 而且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多次有反应 那你可以看到航空公司在这里面 他的回应居然是讲说他们要去查 查证如果属实的话 然后他们要有所处置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让人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航空公司 我讲更白一点好了 你们也不过前一阵子 才刚出了一个什么防疫的衣服 那搞到网路上热卖 结果现在最大的破口在你们家 你不觉得很狠吗 你觉得他如果要查 查多久可以给交代 因为你想想看 这个已经就是好几天了 是啊 那他到底要查到什么时候 才能给个交代 就到今天为止 到最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他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所以我认为当然航空公司 你是不是助长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恶习的发生 这个你难辞其咎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机师他其实回到 到了台湾之后 他有没有按照他的防疫规定 老实讲 他隔离的期间看起来是有 那他如果不确认自己是不是感冒 我现在讲机长 机上是一回事 那第二个阶段是 其实是为什么台湾民众会更生气的 在于是你今天在你不知道自己 是有染疫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还觉得说 好好好 你真的你也是随意去找到 但问题是你已经被通知 已经确认你是已经在 有染疫的情况之下 自己问你去台 自己去问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一退二无六 其实他还有一个很诡异的状况是 他现在不是住院房 他在负压病房 又传出来说有护理师爆料 说这个人 咄咄逼人 你不管问他什么 他就是感觉上那个态度就是非常差 而且说不愿意配合医师跟护理师 甚至他觉得说 台湾是在找代罪羔羊 所以因为他不是国籍的 他不是台湾籍 他是纽西兰籍 所以找他来下手 我先讲 今天你看到媒体外媒的报导里面 其实提到了非常惋惜的一件事 是全球一个 所谓的本土零确诊的 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破功了 那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骄傲的其实不是 是有没有零确诊的问题 而是我们好不容易守到今天为止 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外籍技术 我不是讲说他是外籍就觉得他怎么样 而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在你不知道染疫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还可以帮你想办法讲说 你也是衰 你怎么对 但问题是你都已经很确认了 你裁决是完全不配合的态度 这个是让大家很难理解跟接受的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今天因为你的工作因为怎么样 或者是你因为你的你的交友习惯你不想让很多事情曝光 因为网路上有太多的东西了 那有人讲说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会让很多事情被全球认证 大家都知道 没有现在大家在就是赞叹的是说台湾的防疫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科难 键盘科难 所以你说防疫真的要隐瞒应该是蛮困难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对但问题回来讲 台湾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大家觉得相信政府 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只要有一个 一试确诊或者是确诊的案例的时候 你会看到指挥中心在隔天或者他在记者会里面 他会公布的不是单一个确诊的案例而已 他会同步告诉你的是 好 以这个案例为中心 他往外疫调做了多少人 那这一些人在这一次的疫调里面 他所呈现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多少人在待查 那个其实你看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跟你讲说 我今天中五万 中十万 中二十万 没有一个国家敢跟你讲说 我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去追踪你每一个确诊的人 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当你不愿意去讲说你去哪里 当你刚提到说键盘科 因为今天因为这两天看起来还有很多人去质疑讲说 他是不是有到更多的地方去 那你必须讲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关心大家担心 那没有确定的讯息里面会不会造成更多的恐慌 我讲那个当年有一个伟大的市长突然讲说 有几个地点我好像多少人去追踪 你想想看那时候那个地区里面有多少人去恐慌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我们民众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相信疫调中心 还是相信我们整个这个疾管 他们在这里面所做的调查 可是我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机师传出来 因为你看不是只有一个 甚至你刚刚讲说他拿到戴罪羔羊 你知道那个网路上流传的说法是说 他在医院里面大吵吶吶吶 为什么 他觉得说你台湾破共感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就是你自己有病例 所以你找我来开刀 可是今天如果这些确诊的人 都是围着你身边转 你是怎么说 所以我觉得民众不会随着你起舞 不是因为你怎么 我就说真的 所以是照顾你那些医务人员 人家为什么要承受你这种脾气 今天所有台湾人的所有的这些状况 你看我们的防疫成果到今天 我再讲一遍 官员很辛苦很努力没有错 但是这个成果是所有台湾民众 牺牲所有的不方便 所有的医护人员牺牲所有的不方便 所把它换来的成果 结果你今天一个 你丢丢医院给你问去台湾 我不知道 今天有去怕什么人到这里 我不记得了 你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疫调又有多困难吗 我们不是说要去把你这个人 抓到什么程度 而是你的态度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只是玩弄你自己的生命 你把所有的台湾民众的这个生命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去过那么地方你看现在公布的 从12月8号到12月11号 那些你曾经经过的足迹 你有没有想过被你接触过 或不知道有没有被你接触过的 他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情 跟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里面 好其实蛮讽刺的 我们先看这一个图呢 是那个染疫机师纽西兰籍机师 他的脸书曾经换过的大头照 我请教朗东 我们看到他的大头照 他在11月2号的时候 他换了一个虚拟的人偶 上面是戴着口罩 他是这样 可是呢 他真实生活中的他不是 他很不喜欢戴口罩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讽刺 包括你知道 这个其实当然不是说 因为他是纽西兰籍 什么要甩锅给他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有一个英国媒体的记者 一郎是在台湾 那他对这件事情感触 我们台湾已经这么样的群情激愤 他也蛮愤慨的 你来看他说什么 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自私 这是今年人性自私 频频被揭露的其中一个个案 那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CDC呢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他们正在开记者会 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最新情况 其二的检验结果 四位阴性 那另外有三位还在检验中 那另外大家在讲 就是说我们有几位有 其实是四位 四位有症状的 那我们都经过我们的二彩 因为他有症状 所以我们也都二彩 那四位二彩也都是阴性 那现在就看着另外三位 在检验中的结果 那还没有出来 所以173位的接触者 那总共有 现在目前是170位是阴性 那三位检验中 那韩四位有症状 那我们再做二彩 我们不是再做 不好意思 四位有症状的 那已经二彩完毕 那皆为阴性 好 那有关于这个航空公司 相关的一些管理 今天早上我们也跟 革命航区也跟航空公司 这边也开了会 那我们是请副主席 跟我们报告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也跟 民航局还有两家 三家航空公司 除了长龙跟华航以外 另外有一家是在执行 有一些SOS跟专案 在执行的航空公司 飞特利航空 我们总共三家一起来做讨论 那因为我们在今年的3月19 开始在执行这个飞行机组员的 这个专案的时候 飞行机组员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从飞行开始 这个他在航空器上 必须要有一定的保护措施 所以包括前舱跟后舱都一样 然后进到这个外站的时候 他们要有专车专线 然后进入到这个房 他们所属的这个旅馆里面 那就不得在外出 那这也一定要在外站 要落实这块的管理 然后回来也一样 在飞行器上面 这一整套的这个措施在做处理 那我们就 整个765跟771 这个案件来检视的时候 我们发现航空公司 在外站的管理上面 还是需要再做强化 还是需要再做强化 那在航空器上面 尤其是这个飞行机组员的 在前舱的部分 也必须要做一些 这个监督上的这个落实跟强化 所以我们现在有请 这个民航局要督导航空公司 要把这一块 这个落实跟强化 那第二个是处罚的机制 那我们针对航空公司也好 机组员的部分 那已经责成民航局 警述就法规面的部分 在这周内要必须要提出来 那我们会针对 航空公司的管理 有没有落实 机组员有没有依照 相关的防疫措施来进行 来做这个惩处的部分 那就这个案件 那也 民航局也已经初步 认为就这个案件上面 他们会来找寻法员 来对航空公司有所处罚 所以这个是就 这个案件跟未来在管理上的 一个落实上面 那另外我们也 有提出 希望航空公司也要检讨 现在我们在整完整的 这个完整的 这个相关的 检疫措施的部分 是不是还有在哪些需要再去做调整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请 民航局跟航空公司在这周内 必须要把他提出来 然后来健全 整个这个相关 机组员的这个防疫作为 好 那在对于航空公司里面 我们这个三天五天的规定 其他的一个利润的基础 但是在航空公司 第一个航空公司有其需要 那我们飞航也没有办法这样中断 但重要的 重要这样的一个基础是在于外战的管理 在外战进出的时候 跟他居住的时候的管理 那我们要求 航空公司要把这一块的责任担负起来 那如果没有 没有办法把这责任 一个SOP订定的清除 然后确实去做 那我们就要处分航空公司 然后另外我们的FDA 因为从以前大概一直 度度续续 大家都传出一些什么海鲜市场 或是冷冻食品 有相关的一个传染 不过在官方或是在一个正式的组织 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是我们联合国粮食 農品 農粮组织 那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还有美国的FDA 美国农业部等国家主管单位 接发布相关的资讯说明 目前并没有 这样的一个实例 透过食品或外包装感染 新冠肺炎的实例 那相关的风险评估的单位 不管是从欧洲食品安全局 或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等资料的显示 在最佳 而且是高浓度的一个情况下 那新冠病毒在四 在同的 今天CDC宣布 大家最最最关心的 就是案771 它接触170多个接触者里面 到底这个裁剪的结果是什么呢 刚刚听到这个阿中部长有讲 说其中有四个 他们是比较有可能喉咙肝 或者是怎么样 有一些所谓的症状 不过呢 二彩都还是阴性的部分 以及呢 我们在讲说这个航空公司 你若是真的没有办法 约束你的员工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就来定一个罚则 你关不起 我们来帮你管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今天CDC太有讲说 将会强化国籍航空公司的 防检疫的措施 而且呢会定出一个相关的这个罚则 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些机组人员就是要 弯弯整整的在一个防护措施的前提之下 你才可以缩短居家检疫的天数 然后呢也会加强 相关的这个罚则 要兼顾防疫还有航空业的正常营运 好 我回头来请教朗东 其实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这个英国媒体 这个记者 他是在台湾一起 驻台的英国的媒体的记者 他在轰的是说 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私 他看到纽西兰籍机师 他的反应是这样 所以呢 他是拿着其他人的健康来冒险 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朗东是怎么样看的 到10月21号的时候 全世界已经有40万的航空业者 被裁员了 如果说这个机师 他是美国的机师 当然在美国很多机师 是被裁员之后 跑去开大卡车的 非常多 那为什么现在他可以在台湾 在长荣 但是这个工作 不就是因为台湾全体人员 在防疫上面做得好 以至于说 我们的航空业的部分 受到冲击 相对来讲比较少吗 而这个机师 竟然完完全全 不知道感恩 坐领高薪 以及台湾人的尊重 我们尊重他 作为航空驾驶员的一个专业 可是他却采用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我们台湾人 他不单在这个飞机上面 人家圈他 这个机组 有人圈他戴口罩 不听 他觉得他是机长 他不需要听 其他人的这些建议 其他人的健康建议 他觉得根本不需要理会 进到医院里面 医院会议人员都讲说 他觉得在台湾人在害他 他根本可能 根本就是没病 他还认为 检验报告是假的 我认为这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 他认为他比台湾人 更高一等 这件事情实在 让人把这个有气势吞不下去 明明是台湾人的防疫成效 让他可以安稳在台湾生活 在安稳在台湾工作 在台湾到处去旅游 结果他报告的态度是什么 他换上那张口罩照片 我更认为是一种嘲讽的一个行为 他决定就有些外国人 他觉得说 戴口罩都是一种不自由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因此还要上街头抗争 觉得我限缩我的自由的权利 那你想想看 全世界受到这个疫情 影响多么的严重 不就是因为不懂得 戴口罩洗手 这些基本的防疫观念吗 台湾人做得这么好 结果却被这样的机师 一个破口给做了 然后但是你要想想看 对于这个航空公司来讲 现在非常多人很生气 他们很多网友上网留言 都说什么 你不开除这个机师 我们就开除长荣了 我们以后就不搭长荣航空 巨大长荣 发生了这个事件已经三天 到现在还说 我要等下先确诊一下 才决定要不要开除 有什么好确认 全台湾人都确认过这件事情 已经确认确诊了 你还有什么好确认的事情 他们不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机主人员都有说 我们检举过好几次了 可是都没下问 所以这个航空公司 你包含了之前 还有三个空服员也发生过 说在居家检疫期间 到外面到处走的这个事件 这个内部控管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问题 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就好了 那你知道长荣航空 他领政府纾困贷款200亿 利息补贴1.6亿 还不包括说 要包含非常多的什么土地使用 房屋使用 维护机库使用费等等 还现在有纾困3.0 要延到明年1月 这过程当中 全部是政府给他补助 我们觉得航空业很重要 所以政府拿纳税人去补助他 就在回报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决定一下 所以我认为说包含这个机师 有些人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把他驱逐出境 我查过法规 确实在目前的法规 可以吗 在外国人强制驱逐处理办法 第二条里面有一项 是可以 如果危害我国利益 公共安全的话 是可以驱逐出境 但这个法要太盖锅了 如果你随便用的话 很可能会变成滥用权力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说 我们政府应该要对于疫情 造成危害的这种外国人 特别的去做行政上面的处理 建立完法之后 后续再做处之后 比较符合法制的原则 但是回归到航空公司的部分 不管是对他们的一个机组人员 专员的一个处理办法 现在要调整修正 三天的 五天的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 按照规矩去做的话 这个就是应该要隐藏 不应该给他们方便 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是随便 接下来再来看的是说 对这航空公司 一定要立法去重罚 到目前为止 因为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里面的话 对于这种疫情 疫情是个新的东西 对于新的这种武汉病毒疫情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的话 其实需要很多法律去配合 所以我认为是 在这种情况底下 包含疫情指挥中心 还有我们这个法务部 一起去研你 哪一家公司 他去放任自己的员工 做这种以上面 以上是以机长的权位 去压下属 去不遵守防疫规定的 全部要重重的罚 目前罚30万 这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他可能饭碗不饱 可是如果说 只有罚30万的部分 他机师的薪水 其实几勾位差不多 对他来讲 可能是某种程度 叫做不痛不痒 来 常作文要补充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相信这位机师 在台湾也有很多朋友 也借这个机会 真的也要告诉 这一位朋友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 整个出入都非常重视 防疫的措施 你都有戴口罩 你这个几乎也是这样子 这个非常的遵守 那你现在认为说 你没有这个 你根本没有生病 那我想这个情有可原 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 你也没有被人家检举过 你也是格外的重视 这些防疫的这个措施 所以你进到这个医院里面 你这个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会是你 然后你来这个 土苦水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想这很多人还会去替你着想 可是因为你就是最不遵守防疫措施的人 所以你就中标了 你中标了以后 你又说不会是你 那难道是别人遵守的人吗 难道是别人在戴口罩的人会中标吗 当然是你啊 你看起来最像啊 当然而且更何况 你还是经过科学的检验之后的人 所以我在这边只是说你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过程你不吐石 然后这个也会造成很多台湾人 很多的各种的恐慌 所以我也希望说 这位机师以及他的朋友们 怎么样能够这个配合 全力的配合 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些措施 那也能够赶快让台湾 把这一波的这个 这个疫情跟恐慌 可以赶快的这个平稳下来 他为什么被谴责 因为我们现在认定他是老鼠屎吗 可是呢他刚刚就长州委员讲到说 他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说 谁啊我会是那一个人 讲过他其实是不遵守规矩的 可是其实我们来回头看 因为呢他是765嘛 可是760我们又说是从他传染的 对不对 那可能需要一些科学证据上面来说服 没有错就是你 来没错 我想等一下我会说明说 为什么是这个765 是主要的关键的这个案例 那这等一下说明 但是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4月12号到昨天 刚好经过253天领本土 但是呢其实大家昨天一乍听到这个消息 不瞒各位讲 事实上股市在一点多 一听到传出本土消息以后 整个就卸下来 卸了200多点 所以大家好像那种恐慌心里又起来 但是我在这边可能要跟全国观众 也做一个报告 事实上我们虽然昨天产生了 这个本土案例破功了 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大家提高警觉 但是还没有到恐慌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常讲本土案例有两种 一种像他昨天的这个771这个case 他是感染源非常清楚 他的感染源就是765 我想待无疑问 因为他们密切接触 长达5到6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感染源是非常确定的 但是呢我们在本土的案例 我们最担心是什么 是不明原因的感染源 就是说有一天如果有人被发现 你说感染源确定 我再插个话 因为呢这个纽西兰籍机师 这个老兄 他说他没有跟谁密切接触 他其实是否认 就是因为那个电子足迹 把他们揭露了 他才坦白 对没错 因为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呢 就是凑来从这个765的 这个iPad里面 去观察他的足迹以外 也发现他跟这个771 有密切的接触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找到这个来源 就是771是从765来的 但是呢刚才几位这个来宾 也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大家好像都觉得说 我们在把这个病甩锅给他 好像他就不承认 他认为啦 他认为我们在甩锅 对他认为这样 但是我从科学的角度 跟大家报告 目前的疫调的情况 为什么会推论他的可能性 最好 第一个他是12月20号确诊的 他确诊的当时呢 事实上指挥中心也验了他的抗体 发现他的抗体已经呈现阳性了 抗体呈现阳性是什么意义 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以上 所以呢他在回溯以后 我们就发现说 事实上他在11月29号到12月4号 这段时间有到美国去飞行这段时间 他飞行回来以后呢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规定 简易就是三天的时间 那三天之后呢 他就开始进行所谓 大家说的趴趴走 他没有说 就是遵守所谓自主管理的规则 全程要戴口罩 而且避免尽量到公共场所的 这个规定 他没有遵守 所以在7号到12号这段时间呢 他在北部的几个地方趴趴走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他就把它传染给771这个案例 等到呢 他趴趴走结束以后 他又飞了一趟美国 从12月12号到15号 这一趟飞机飞出去 他是正驾驶 后面有两个机师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的 760那个台籍女机师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所以这一次 其实会发现 765是关键 我们回溯 其实是从760先发现 因为台籍女机师 他这样开始恐慌 这个台籍女机师 怎么会被确诊 从哪里爆出来的 突然爆出来说 是不是有本土案例 就后来才发现说 到了20号 这个765被找到以后 也发现766 那个日本的男机师 那换言之呢 在这段时间 他们在美国的一个过程中 就刚才来宾都已经 讲得很清楚了 他不遵守规定 不戴口罩等等 所以导致这个 所谓的机上的群聚感染 所以等到他们任务 回来了以后呢 又进行居家 然后被确诊 所以从这张图呢 我就是要跟全国观众报告是说 从目前疫调 可以发现的讯息来讲 我们事实上 这个765 确实在这个 目前他已经感染 这三个人里面 他绝对是扮演 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呢 我也要提一个是说 大家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 目前在防疫上 最成功的 我常讲 我们有一个魔术数字 魔术数字 Magic number 叫14加7 大家应该都知道 14天的居家 减益家 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对 但是这组魔术数字 我们国家为了让 机组员有方便 所以呢 机师他只要减益3天 空服员5天 这组魔术数字 在这个航空业上面 那就没有这样来做 很多人就跟我挑战说 为什么他们航空业 是3天5天 反而我们这些 医护人员 我一定要14加7 做好做满 我就跟他们讲 防疫 我常常讲是 经济 生活 经济 生活 防疫是三个 要去取一个平衡点 为什么我们让机师三天 因为他们有推算过 如果机师也是14加7的话 可能我们要请10倍的人力 才有办法cover目前的 飞航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给他这样一个方便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应该要自己能够自治 那就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你要想因为他 就是因为他的关系 我们不管是生活 包括经济都被他影响了 我让朋友跟大家讲的是 现在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关键的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我们要来观察的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 因为足迹不只是昨天公布的 包括天母SOGO 星光三月 还有南侃好事多等等 他那个时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应该还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公布出来之后 那是不是 我说生活包括经济 都有一些的这个受到影响 到底是哪里呢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观众朋友不晓得 你在这个你的line群组 或者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流通 我们看到的是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他有po出来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说按765在台北区的活动轨迹 那昨天我们知道说 CDC公布的活动轨迹里面 包括天母SOGO 天母的金光三月 还有南侃好事多等等 可是今天他告诉你的 是有更多的这个足迹 被揭露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曾经说有从某一条路 去兄弟饭店停车场 然后步行到日本交流协会 那待的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又去附近的 这个一间餐厅 待一个小时 以及有到常罗航空宿舍 开车然后等等等 你可以发现说 他的轨迹其实有蛮多具体的 又有一个地方是台北车站 东地下停车场 他去停车 然后现在这个部分 说已经去做消毒了 还包括有一个地方是某某社区 以及他在12月10号的 晚上吃饭的地点 说是鼎泰峰的天母店 那离开的时间 也是大概待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看到是这些 这么多讯息被公布 今天阿中部长 他是跟我们讲说 以指挥中心公布的为准 他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我们在想说 有一些时候 我们希望在防疫的过程 是不是 讯息揭露的越多越好 可是当讯息揭露越多 某种程度也会越恐慌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这一张行程表 被揭露出来 其实他透露出超多讯息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他每一个点 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 全部都超级详细 那这件事情 给大家的一个警惕 就是说 如果你在居检 可是你不守规矩 你竟然给我跑去参加 耶诞趴 圣诞趴 或者是跨年趴的时候 都可以逮到你 而且逮得非常的详细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趴 他其实不想要被人家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 有一些事情 是暗地里的 可是现在都被揭露了 但是就是 如果我们要查 是查得到的 如果我们要罚 你是会被罚的 所以要居检的人 你就给我乖乖的 按照规定的居检 第二个是说 这个行程的公布 跟这个指挥中心公布的 不太一样 我觉得刚刚医生 已经讲了 就是说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得要在防疫跟经济 跟人权这每一个层面 抓出一个平衡点 所以哪一些地点 会是比较具有高风险性的地方 我相信指挥中心 他会按照这样子的原则 来做公布 那有一些 譬如说他去停车场 去停车场取车 开车停车 这个相对的风险 比较小的 可能指挥中心就没有公布 那指挥中心还必须考量到一个点 就是说 公布行程 公布足迹这件事情 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心恐慌 或者是引起百业的萧条 会使得因为恐慌 所以拒绝消费 又重新回到了 大家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大家在挣扎 还有包括了各个其他的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 每一个国家 都是陷入这种循环的挣扎当中 我不能影响太多的经济 所以我就松一点 然后所以你就周而复始地 不断地在对抗疫情 我们必须在这个中间 做出一个好的拿捏 我相信这是指挥中心 他们到最后 用他们的方式 去公布足迹的 这个考量点 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要强调 就是说这个扭籍机师 因为他现在在负压病房里面 他在隔离病房里面 如果他还在那边大小生 如果他还在那边觉得说 台湾人是故意地 把他揪出来 甩锅给他的话 可不要忘了 他的这个疾病 其实是我们全民买单 我们大家付出了钱 在照顾他的健康 只希望他不要危害我们台湾人 因为他的隐瞒 所以因为他的不守规矩 所以他连带影响了 他的好朋友 按771 以及跟他一起工作的 同人伙伴760跟7678 763吧 766 对 他就连带的影响了这么多的人 那所以不是你爱不爱戴口罩 这个问题 是你应不应该戴口罩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守居家检疫的规定而已 那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执勤没有戴口罩 你自主管理又没有落实的话 你这件事情不是你喜欢或不喜欢做 而是你应该做或者是不应该做 这个清清楚楚 所以当然应该重罚 而且航空公司也必须要负起责任 如果航空公司没有能力去这个约束你的员工的话 你被罚也是刚好 而且应该重重的罚 凭什么用我们大家的纳税钱去帮你纾困 去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 如果你造成了我们每一个台湾人身体上面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压力 或者是危害的话 你当然应该要负起相对应的责任 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要知道 现在他是在负压隔离病房被治疗当中 但是国外有多少人 他在发生39度40度 人家都没有办法被治疗 而且是待在家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个机师 他传染给771 771他接触的人的那个面又更广了 我请教士冲哥 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案771 据说他在上班的时候 他会穿梭公司的不同的楼层 那包括可能会待在茶水间 说超过半个小时 茶水间就是人进进出出 对不对 而且是整顶人就在那边 目前说裁剪的部分是裁剪同楼层的 同一个楼层 他会上上下下不同楼层 他有接触谁不晓得 所以现在就有人问说 是不是要再扩大匡列的接触者 现在匡列已经是170多个了 有没有可能再扩大呢 那CDC是表示说 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那目前先就最常接触 最明显的来进行匡列 那个影响会有多大 对如果是这个机师来说 其实影响是比较小 像昨天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如果大家要注意台股的话 昨天从一点钟传出说 可能是国内某大科技厂 当时传说是广达 后来证实是广名有发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股市一路往下杀 最后昨天杀了207点 股市光是这样 就蒸发了6000亿台币 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多重要 因为主要是因为科学园区 大家非常担心就是 我们台湾是以科技股为主 如果科技股真的出现了大规模感染的时候 那真的影响非常非常巨大 那我们必须 所以今天的时候其实很多记者 或是我们本身也去问了很多科技 科学园区的相关的人士 那因为这个广名 他所在位置在林口的科学园区 那林口这个科学园区 其实主要是以我们 他这个主要若以这个科学园区的产值 大概5000亿台币 那你就知道说 如果万一真的在更多人感染 这个影响是相当巨大 那这里面主要影响 包括说我们国内的伺服器厂商 还有很多主机板业者 甚至很部分的这个低润业者 伺服器业者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问了一下 实际上这位人 这个案771这一位 他其实是常常在他们公司里面走来走去 那根据说法是说 他常常在茶水间就逗留 至少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那也有到其他地方去 甚至还有到生产券去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控制 在他们公司里面 我觉得都还好 其实我对如果这件事情 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地方 那我觉得可能影响 这个比较难追查 但是幸好它发生在科学园区 尤其是科技公司里面 为什么 第一个 科技公司里面 你外人要进去科技公司 其实不是很容易 所以他们都会有登记实名制 你谁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点 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外人要感染 要因为这样感染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去列出来 你只要列那段时间 因为事实上现在 其他跟广民有往来 所有公司都在列说 你那段时间去过广民的 你都要自己特别小心 再来就是说 广民自己内部本身来说 他当然要去匡列他其他的人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话 因为今年的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国内的科技公司 他们就已经进行了 所谓的三班式的管理 甚至有分成 他们都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还在进行 我们可能外面 都已经比较松散了 但是科学园区的公司里面 他们目前还在进行 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怕说 万一我们没办法出货的时候 那个损失 我要赔给厂商 赔更大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 如果真的再过几天 没有这个消息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对我们科技业的影响 就会相对比较小 所以你看今天包括说 人家都说 今天就看广民 广民居然今天还涨了三四% 所以看起来的话 国内跌太多了 对 连政央中心的 都已经出现这种状况来说 我觉得其实 当然大家要提高警觉 但是至于说那种恐惧 应该可以稍微稍微 可以放下一点点 我们还要再观察一阵时间 现在还不确定 这是OK的状况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进一步来看到的是 好 那个管理的疏失的部分 阿中部长是讲说 我们要研议一些相关的措施 比方公司没有善尽管理的责任 那研议要开罚 那包括交通部长林嘉隆讲说 情节严重的话 不排除会提出限缩航班等等 这一些行政处分 但是我们在讲说防疫的这一块 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呢 我们看到有医师他提供的观点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讨论的是 航空业者是不是上下飞机 都来裁剪一次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这一次这个纽西兰籍机师 他所牵扯出来 包括771这一个广名的女员工 那有人在讲说 其实要隐瞒的 不只是只有机师有问题 因为这个女员工呢 他也没有主动通报 他如果知道说这个人 我有跟他接触的话 他必须要做一个比较主动 比较积极的态度 可是他也没有 这是不是也有相关的问题呢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 整个航空业 那公司如果不管的话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让他变成一个破口 所以现在有医师就提供了 这样一个概念 我请教一下副院长 我们看到是 来 重点 我们这个253天 本土零确诊破功了 这事情真的很大条 所以这个医生他 黄利敏他提供的概念是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 机主人员包括机师 正副机师 你上下飞机的时候 都裁剪一次 因为他们其实是国内 最高风险的族群 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国 他们是最高风险的族群 是的 我想这个机师 环游在这个全球之间 大家都知道 像最近这个英国这个病毒又变种了 传播率又提高了 那像这个纽西兰机师 我们也都知道 他是在回来之前 是到美国去了一趟 那美国是全世界 确诊最高的国家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 风险高的国家的一个情况 如果从风险高的地区来 回来到台湾的人 我就讲 我们在边境的检疫上 要提高我们的警觉 所以呢 这个黄医师有提到的部分是说 上下飞机 当然这个也是考量到成本 筛检的效益来讲 可以考虑 另外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 目前他的居家检疫是三天 如果说 我们在每一个这个 机师居家检疫 或这个空服员 五天的居家检疫结束之后 在居家检疫要进入自主管理之前 给他做一个RT-PCR的检测的话 事实上也能够有效的去 把这个病毒能够找到 就像以这个756这个案例为例 如果在当时 他12月7号那时候出关的时候 我们去验 应该就可以验得到 他那时候是有被确诊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透过这次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就是我讲的 大家要提高警觉 但是还不要过度的恐慌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次的原因 大家很清楚 就是机师 只有三天 那是有这个状况 你说不要过度恐慌 因为我知道星光医院刚好是在天母 其实现在天母人是最最紧张的 不晓得说你们医院上上下下心情 没有错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医疗机构 我们的警觉性是最高的 所以事实上在昨天 我们这个记者会一开以后 整个包含我们医院或附近的几家医院 我们也在防疫上面 又大家就是稍微把警报又拉起来了 就是说在人流的这个管制 动线的进出 以及发烧筛检站等等 我们都已经在重新的 把我们的SOP再看过一遍 再次提又绷紧了 对就是稍微要把它绷紧 再往上面提升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很怕说 有这种不明原因的人 会不会进入到医疗机构来 因为我常讲医疗机构 就是防守社区医院 社区最重要防疫的堡垒 就是医院是绝对不能失守的地方 说到皮绷紧这一块 我先请教一下长州委员 我们看到的是 那个国民党本来说 这两天要干嘛 他们不是说立法院外围 他们都要有一个机会吗 因为他要反萊豬 不过现在说外场的部分 他们要取消了 他们已经自己 少数我们赞成他们支持 做的事情是他们已经取消了 可是大家很好奇的是 跨年的部分 你是怎么样看跨年的这个 举办的部分 其实我想现在当然我们 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尊重 指挥中心这边的判断 那依照指挥中心这里的 这个要求 所以我想这个 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案例 那是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应该取消 这可能这个指挥中心 他其实也有列出几个准则 就是说你要达到怎么样子的标准 你就可以继续举办 那哪一些东西就不应该继续 包括这个现场是不是可以饮食 室内的是不是可以饮食等等 这些他都有做出一个清楚的标准 那做不到就不要办 所以我想这个倒不是说 这个我们直接说 大家现在跨年那一天 12月31 大家全部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我们应该还没到那一个地步 但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办 什么样子的活动不能办 如果你到了现场以后 你跨年想说出去一下 就你发现 他完全不符合指挥中心上面的要求 那你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不要去参加那一种活动 那甚至于应该也要去检举 说有这样子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 现在指挥中心的想法 那另外我觉得国民党这个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取消外面的这个抗争的活动 这我当然也是尊重 这也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但是老实说从前几天这个 省智会前委员的这个抗争 所带领的这个野江花运动 带领出来的风潮跟数以百万计的人潮 当然是没有 来看的话我想这几天又下雨 因为前几天台北虽然阴阴语语的 但是他其实不是一直都持续下雨 那这几天是持续下雨 所以以这个前几天 省委员他带领的百万人潮来看 这一次本来可能就会打折 所以那刚好就有 可能他们是避免闹奎 所以先直接 这个是我主持人讲的 不过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来看对台湾而言的好消息 美国的参众两院包裹通过了 台湾保证法 跟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相较之下 台湾保证法对台湾有 更强力道的支持 目前美国政权是一个 过度亲黄不接的时期 那当美国的这个马侃号 来到了南沙群岛主张 自由航行权 解放军这时候却释出讯息说 我们立刻就把闯入 南沙领海的马侃号给驱离了 你看到中国战狼依旧 是在戳拜登的底线 真的把拜登 动作是软膜下吗 五秒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